LTNS What's up guys Hey guys,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哇,真的是LTNS Long Time No See我 我記得好像應該有快要三個禮拜沒有發過影片了 好啦,那今天這影片呢 其實我也猶豫了很久 就是,欸,到底有沒有需要做 這邊指的呢 就是特別拍一個生活近況更新的影片 也就是你現在正在看的這部影片 雖然大家可能根本就不care我的生活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但是既然緣分讓我們在網路上面相遇 Enjoyed the video and have fun 然後如果你很好奇為什麼我背景現在這麼吵的話 因為我是那集長剪片 就這樣 OK Let's move on Anyway 你現在都已經在看了 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吧 會消失了這麼小小的一陣子呢 總共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呢 就是我這個self-esteem的問題 也就是我一直覺得說也沒有人會發現 然後大概也沒有什麼人會care 我幹嘛就好像很自戀 然後拍一個影片說 大家我就是 第二個原因呢 就是你大概從我的聲音 或是從我的鼻音都可以知道 沒錯 我啊 生病了 我平常其實是一個不是很會感冒的人 上個禮拜開始 哇喉嚨也痛 頭也痛 吃什麼 吐什麼 又拉肚子 就是我開始覺得自己的身體在走下坡了 第三個就是今天的重頭戲 也就是最主要為什麼會拍今天這支影片的原因 那就是跟大家分享我的新生活 跟一個人生的心理全非 再講了大概九個多月之後 我終於終於終於實現了 也就是我搬到香港來了 沒錯 就是那個香港 就是台灣在這裡 然後香港在這裡 飛過來很近 只要一個多小時的那個香港 也就是那個喉塞雷的那個在香港 就是有很多港式奶茶跟凍寧茶 的香港 過去幾個禮拜呢 其實基本上 我就是從落地開始 開始找房子啊 辦電話 網路 水電 怎麼之類就是所有的東西 就是從頭開始打氣 還蠻慶幸因為我這邊有一個堂姐住在這裡 還有我在香港的朋友 幫了我很多忙 所以就很順利的大概在一個多 一個半禮拜之內就整個就是 settle down 然後大家現在看到的也就是我的 Apartment 然後之後也會再做一個 就是找Apartment的這個過程 還有我的Apartment Tour 就是分享給大家這樣 我會來香港最主要是因為工作的關係 就是我的工作有很大一部分 逐漸轉移到香港這邊 所以以後我覺得有很多 很好玩的機會 有很多很好玩的挑戰 那時候他們對我說 欸如果把你派到香港去你怎麼樣 我真的是想都沒有 我想我就說 喔 好啊 我完全沒有想到 就是背後可能有 就是多麼找房子啊 要搬到一個新環境語言啊 blblbl 我完全沒有想到 我就覺得 喔 去香港 好 對 反正就是因為工作啦 再來呢 是會待多久 這個嘛 我的房子 手機跟網路吧 好像最少都簽了至少一年的約 所以 我覺得應該 finger cross 至少會待一年吧 再來呢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自己覺得我在香港會遇到的挑戰 然後 我也蠻想要就是之後我再回頭看 然後 看著我騙擺這個時候 解決挑戰跟未來 我們都打成這 你抵動我意思嗎 就是一種回覆的感覺 好 第一個就是要習慣物價貴 這件事情 那為什麼一包就是那種小包 還有一半是空氣的那種洋芋片 要賣到快要四十幾塊 五十塊台幣 咖啡 也就是35塊 港幣起跳 因為台灣的平價咖啡 可能就是在70到100 就是百元以下 哇 這邊真的是隨隨便便就會破百 我覺得蠻厲害的 上次去中環一家 我很喜歡的咖啡店 它有一個很好吃的一個 tomato toast 哇 那個tomato toast 就是這樣 就這樣一塊 一個要賣一百六十塊台幣 嗯 啊就一塊喔 它不是兩塊 它是一塊 再來第二個呢 就是語言的問題 沒錯 因為其實到現在會有些客戶 可能會傳語音 就是WhatsApp的語音訊息給我 然後他們講的都是粵語 那其實我是聽得懂一點點的 sitting 嘶嘶 不是講這樣 因為香港人很喜歡在講話的時候 穿插英文 所以我其實可以從他們平常的用語 跟他們的英文 就是拼拼湊拼湊 他大概想要講什麼 但是對於有一些像比較specific 像時間啊 或者是地點啊等等 那個我有點 講太快 我就有點拼湊不出來是什麼 所以有時候會覺得也蠻挫折的 因為我常常要把訊息 傳給我香港的朋友 然後請他做翻譯啊 然後再告訴我說 他到底在講什麼 雖然香港是一個你講普通話 或是講英文 其實大概都會痛的地方 但是我覺得 要更接地氣一點 還是要講當地的語言會比較好 有一些 如果他們是比較口語化的文字的話 我就會覺得我每個字感覺都看得懂 可是我為什麼看不懂你在講什麼 啊 對 就是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但是 就是 加油 那接下來講講我對於未來的一些計畫好了 首先我的第一個計劃呢 就是我要在這邊活下去 然後第二個呢 當然也是想要拍更多香港的生活 就是更好玩 然後帶一點資訊性的東西 因為我覺得之前在美國的時候 因為那個時候不知道嘛 就是不知道有什麼Vlog啊 有YouTube這種東西 所以沒有太常說把我那邊的生活好好的記錄下來 就我現在可以回去看說 啊我記得那個時候發生什麼事什麼事什麼事之類的 好的 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我的新生活 對 其實有一些影片已經拍好了 只是我還沒有時間剪 所以就是 加油努力 Cindyia加油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喜歡的話給我一個thumbs up 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 呀 如果有什麼想要看的影片 都可以留言在下面 I'll see you guys in my next video Bye Hi guys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唉唷 就我覺得好像 呃 那 咳咳 嗯?台灣好像 然後 呃 有 有 對 希望我可以好好的在這邊 呃 闖出自己的一片天 哈